这里是凤凰古城凤凰八景之一 东门城楼原名申横门凤凰古城四大门之一 建于明洪武十二年 现在我们去城楼上看看 东门城楼从这边上 要买票 我看我买的票里面有没有 有 明女在这上班还是落花了 五城八景 一张请进 好了 这是四大城门唯一一个保留下来的 东门城楼上还有建楼呢 这是一块清朝地图 凤凰直立厅城房图 清朝时期的凤凰级别挺高呀 当时属于湖南布阵寺直接管辖 关帽 四门大炮 二楼不让上 二楼是建楼 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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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小的一间 就这样逛完了 我们出去再逛逛城墙 清代城房图 在那上面 复印件 就是一个很高的建筑 也就是一个很高的建筑 而且我们去到建筑 里面就是一个很高的建筑 那里面就是一个很高的建筑 原来墙外面肯定是没有这个建筑的 原来这个墙外面肯定是没有这个建筑的 就是这个沃江 就是这个沃江 这部分城墙都是免费的 就东头的城楼是八景之一 现在我们正式进入古城内了 这就是阳式中词 明明是阳式中词 这位大姐把词读成四 听得我好尴尬呀 看看这个阳式中词的大门 写着三个大字凤凰县 还带有一个五角星 应该是当年充当过县政府之类的机构 中国很多古建筑都是充当过政府机构 或者被写上了毛泽东万岁的标语 才免遭文革的破坏 阳式中词也是凤凰八景之一 这边没有楼梯下城墙 需要从前面绕过去 凤凰八景参观三个了 有点失望 落下城墙 不在这里 要放下城墙 你那边 不在我 你那边 你那边 我就 你那边 我 你呢 论秀 毛主席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上面还有字 还有多 伟大的 这些都是历史的痕迹 八景我已经去了三景了 我都不想再去了 太差劲了 人家上面写了 只要去了一景 其他七景不能退 一个没去就可以退 大呼忽悠 直接完全免费算了 然后促进点经济 刚才就像一样 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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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边 有点 十几期 你打这个车,我还要不停 看我,要看我,要看我 他怎么又被气起来了 正在维修 正在维修,不让进 反正免费的都不让进 收费的都可以进 在墙上,全刻的字 还有五个景,咱们去把它看完吧 钱都交了 这城墙还挺长的 但是给我的感觉是后期造的 假货 好了,正好走到这里了 先去熊西陵故居 好吧 走拐就到 这里是凤凰八景之一 熊西陵故居 门上有一幅对联 一身赤城,爱国,叛中华振兴 办事慈善办学,为民族欲才 熊西陵故居,占地八百平方 苗族建筑风格 熊西陵是一代奇才 15岁众秀才 16岁众举人 19岁众靖矢 21岁点汉陵 43岁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 熊西陵是近代中国 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 他从任历程虽然短暂 但是参与了中国的维新运动 立宪变法,辛亥革命,走向共和 武夫当国,抗日救亡全过程 晚年的他退出官场 用后半身之力,从事慈善教育事业 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慈善家 熊西陵父母房间 出身处 这是厨房啊 2014年 是一个人为主人 天呐 1815年 2014年 中注写 最后十四天 35年 全身 烤火房 烤火了 苗家烤火房 每个房间都有两个门 四通八达 熊西宁用我的书桌 这是熊西宁的房间 估计很小 几分钟就逛完了 现在来到了凤凰苦城 陈氏宗祠又名曹阳公 祠堂内是陈瞿真纪念馆 免费开放 没有门票 陈瞿真出生于凤凰县 毕业于湖南武备学堂 曾加入同盟会 1909年到1945年 三十年间在湘西一带 历任管带参谋 参谋长巡防军同龄 臀鞭石师长 刑署主任军长宗将参议 人们称为湘西王 1949年10月 陈瞿真率部起义 1950年 受命为湖南省政府委员 羊男追逅 羊男追逅 谱200号 西吳岛 厅摩州 集团 纸 环衡 高 高 乐 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前面有一座百年干军文化展览馆 凤凰元明镇干 军事位很浓的地名 镇有镇守镇压的意思 凤凰附近有一地名甘子平 甘子平是控制西南苗明进入凤凰的交通要道 所以说镇干可以解释为镇守甘子平 也可以解释为镇压苗明镇守镇干的兵 就叫做干军了 附近还有一座中国南方长城 又叫做苗江长城 就是明清政府镇压苗明的军事设施 在唐宋之前凤凰都是由苗族控制 因人口膨胀 朝廷通过征战和军肯来到了这里 不断的移民 不断的和苗族发生战争 逐步的形成了苗汉分界线 几百年来不断的苗汉战争 使得朝廷在这里 常年拥有一支军队就叫做干军 干军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 立下赫赫战功 以凤凰干军为主的国民革命军 一百二十八师在抗日战争中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干军人英勇向战 所道自处战无不胜 功无不克 人们对干军前辈的表述叫做 无乡不成军 无干不成乡 干军看似为凤凰 为乡军争得了无上的荣誉 其实在英勇善战的背后 拥有一段悲剧性的历史 清乾农六十年 在乡前边境发生了 震惊朝廷的苗明武装起义 叫做钱家起义 起义军占领了湘西的大片地区 朝廷调集两广七审兵力 分三路围剿 造成了时局的动荡 而后朝廷为了加强对苗疆的控制 防范苗明再度起义 朝廷实行苗防屯镇之策 建立大量碉堡 对苗明圈为格尼 实行苗汉分制 设立苗义学 来汉化苗明 在干军方面实行屯田洋勇制 使得凤凰人全民皆兵 凤凰十万左右的人口 就有一万人常年兵役在身 屯丁分田道户且跟且守 占丁专事操念 由屯田殿租宗剥梁观想 致使当兵吃粮成了世代传统 地阶屯田 明阶兵籍的状况 断绝了凤凰人 另操他业的通道 只剩下以血肉之躯 来换取生活的唯一道路 人们在如此的环境中成长 唯一的升官发财之路 就是当兵吃粮 凤凰兵们被崇尚武功的强大传统裹鞋 带着对锦绣前程的无限向往 成就了他们在战场上拼死奋战 所向披靡的优良品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直升